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斜率跟垂直的观念 那么在介绍这个题目之前 我们必须要跟各位同学的话 做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些知识的 一些先了解的过程 首先我要先介绍的是 假设两条线是平行的 那么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M1是等于M2 那么假设这两条线的话 是相互垂直的 我们可以告诉各位同学 M1乘上M2要等于-1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观念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的是 证明这三个点所形成的三角形 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那么只要是直角三角形 我们就知道一定有一个 两者之间的斜率相乘是-1的 好我们现在来看看AB之间的斜率 AB之间的斜率 各位同学要会计算斜率 很简单的 后面-前面 后面-前面 就是X-XY-Y就对了 现在6-3是几呢 6-3是3 3-1是2 所以AB之间的斜率是三分之二 现在再继续看下去 BC之间的斜率呢 我们来算B跟C B跟C的话 我们可以从前面减后面 没关系 后面减前面 还是前面减后面 都不重要 只要是顺序一样就可以了 6-2 4 3-9 -6 所以是负的二分之三 那么各位同学的话呢 算到这边 AC也算一算 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几乎已经知道答案了 不过我还是把它算完 AC之间的斜率是 3 这是3-1 一个29 3-2是1 1-9是 负8 所以这是负8 好 注意看这个 这一个 这两个字 这两个相乘是不是负1 如果各位同学知道 这两个相乘是负1 代表是 AB跟BC 中间是垂直的 那么我们 这样话 AB跟BC 是垂直的 所以我们 可以肯定的说 这是什么呢 它是直角三角形的 三个顶点 没有问题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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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